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了没,看着Peter一起赚 那今天是礼拜六下午3点 3点半左右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Hips早上开图了 那开图之后呢,价格稍微回档 但回档之后,我顺便跟大家分享 这个地方怎么样做,好不好 那这些有一些交易的策略 是用了flip的 那如果大家有足够的requiry 那也觉得看得很够准的话 那你其实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那持续可以在市场上获利 要先跟大家分享吧 第一,请大家来到我的Twitter这边 今天Twitter也蛮多新闻的 比如说WGMI WGMI其实这个studio后面就是几个 我们都认识的这些YouTuber 那他们主要做一个 NFT跟Crypto为主的一个media 那他们这边也要做 TokenSales 那他们其实也跟很多不同项目都做合作 你跟他们做合作 那另外Six Ratio 他们最近也做了一些新的update 那比如说他们有一些新的image update 那这个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他们那边看 那我觉得他们本身是一个很棒的团队 这个法国团队做事蛮靠谱的 那另外这边有一些不同的新闻 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 那早中午的时候我们发另外一个就是super超级formal的 我们讲Caraful 虽然有一些FUD讲说哇项目方把多少钱移去哪里 那干什么干什么 但我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 那另外一个就讲说他们本身的FUNDER去命了多少 但我觉得本身自己的项目会把一些NFT留下来做marketing跟一些费用的话 我觉得也是很合理 那我觉得一些看不过的人去命发他们 也是看个人 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 我觉得是很正常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YouTube 我们看到YouTube 我们今天就发了这个Caraful之外 昨天晚上也讲了二次元 有一几个不错的这个女孩子的项目 这女孩子项目他本身他后面的艺术家也都是女性 年轻女性让他们的创造出来 就是女孩子 我觉得是很有前途 很有很有前景 就是very talented 非常优秀的这些年轻的艺术家 那当然乔宁大夫我们的强哥 强哥有交代 大家赶快来这边抽 那Discord好像因为人太多进不去 我们有好朋友在我们的Discord分享 说乔宁大夫那个Discord进不去 那大家可能要花点时间等一下或是怎么样 但他们有一个白名单的那个link 应该有办法进去verify 好不好 这个东西不要放过 那还是一样所有的这边讲 这是个人的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 不是台湖建议 我不是财务顾问 大家做好自己的research 控制好风险 然后我们讲说 哎 Peter 你们不是说抢运团吗 那乐哥的Zombie Club抽完了 你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抽 我告诉你就有 我们就有人会中 你看这个G Coupa 我们好朋友G Coupa说 早啊今天早上 Peter帮你们注运 我们强运团 社团抽奖运 他揍了Coupad 你知道Coupad有多难揍吗 Coupad超难揍 Coupad超难揍 Coupad0.5个亿均命 翻出来就三个亿 所以你抽到这个基本上赚6倍 所以我们这个G Coupa G Coupa恭喜你 赚了6倍 厉害 66666 666赚6倍 这个真的是太强了 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Hibs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艺术 R-word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艺术怎么样 大家有些人还嘲笑他们 哎你看这个帽子 还耳朵跑出来吗 那每个人的表情都一样 哎但是他们这个就是有 就所谓的社群的力量啊 他就可以在五六个Eats 就不会掉下来啊 之前大家还讲说开玩笑 哎呀他们会被砸盘 没有哦 我觉得他们还可以哦 所以你看他们整个艺术相关的东西 整个哎还不错 还可以 你看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们做的蛮到位的 特别我觉得他们走的这个 比较简单的风格 这其实配合他们将来 如果有跟大品牌 来做一些co-branding的时候 他们有办法在上面加东西啊 那他们第一阶段 我觉得他们只是做一个genesis 那他们其实开始做3D化 之后我觉得如果他们有机会跟大品牌合作 我不知道这随便讲的 如果他们有跟大品牌合作的时候 他们有可能有其他的东西的NFT可以往上加 啊我不晓得有可能是衣服 有可能是自己认得的accessory 或者任何东西 就随便讲随便讲 大家可以随便猜 那我觉得他们本身这个项目就是一个蛮不错的项目 那朋友在discord里面问我说 诶别人你觉得他们的负能怎么样 我就说他们负能有跟大品牌合作的机会 机会吗 那是不是就会成功 不知道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 我也不是这个项目的老板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他们discord 问他们的老板好不好 不过他们的这整个road map 应该讲的都很清楚 之前我也跟大家介绍过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 我到时候把视频放在这边 好不好 这题主要是讲价格跟这个怎么样 说服flip 那如果你看他价格 他开箱之后 开箱之前其实最高来到9个eat的 这为什么每次我们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开箱之前去买 因为开箱之前你要去买到稀有的机率不高 那如果你机率不高的话 砸下来都砸到1 3分以上 如果我们在campus 你看看他还没有开箱之前大概9个eat 开完箱就今天凌晨3点钟左右 最低来到5个eat 那中间其实你就看这稀有度 从5到其实5到6,7,8都有 一个量大开的不喜欢 如果有人是买两个以上的 对不对 大家要去想办法要抽比较稀有的 那比较不稀有的大家市场上就拿出来卖 这个时候就是这边是买点 如果你真的很厉害 这边买的你有办法拉上来在这边卖 比如说你买到5个eat 拉上来你卖在8个eat 其实你可以赚50% 你这个7.5到8个eat 这边可以上来赚50% 甚至如果你有所谓用snip的软体的话 你可能可以在5个eat去 捞到一些比较稀有的 那比较稀有的你可能可以卖更高 比如说卖9个eat 所以这边有可能是一个 50%到100%的一个交易策略 通常就是在开箱的时候 可以去做捞底的动作 开箱的时候捞底 捞完底之后顺一定要 很快的时间之后把它出售 捞底的瞬间就把它放50%往上加 然后放这边卖 你说80%也可以 如果你本来捞到东西比较稀有 那捞完之后 如果你这边没有跑掉的话 是不是往下掉 往下掉第一波往下掉第二波 这个第二波是什么 又是捞底的机会 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要看大家 因为这个主要的量还是第一波 通常开土的第一波 这个往下杀的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最好的捞底的地方 再上来30% 40% 50% 我觉得利润都不难 那重点是一下 你要看到那个项目一定要够火 那个项目要火到一个程度 就是当你买到的时候 你不怕卖不掉 比如说我买了几个小时之内 我想办法出手卖 那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概4个1左右 但是1如果你有办法捞到第二波的底 但是这边这边 你办法捞到比较稀有 这里可能就是捞地板 如果我们把这个outlier拿掉的话 你看 这边的第一点是5 然后再来是5.5 再来现在刚才大概12点左右 又一波往下杀 这个地板大概是4左右 你这里其实有办法捞到4 我这边如果捞到4的话 其实现在地板是多少 5.5 现在地板其实5.5 如果你看这边 现在地板是5.5 看到吗 比较稀有的其实还可以卖到9 所以你有办法捞到5.5 还卖到9的话 那其实是有钱赚的 明白我意思吗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就是listing挂单的 比较稀有的你看挂35个ease 15个ease 8个ease 比较普通的5.5 8.5 6.8 大家都是往上挂 你看都是往上挂 很少挂5.5 现在地板大概就是5.5 所以38秒之前有人挂5.5 他可能需要套现 三分钟之前也有人挂5.5 这个banana的背景 所以你看这边挂单的 其实挂单的这个分布是非常广的 从5.5往上 5 6 7 8 就是整个全部都有 20几只30都有 那如果看到挂单地板 其实5.5 我觉得地板他们第一个应该先碰到7 如果有大佬进来扫 应该直接扫到7 应该7之前有71只 再来的话就是8 8之前有192 如果7跟8都过的话 你看这边就来到了10个e 10个e之前大概有620个单位 620个单位相当于就是你第一时间 你要10个地板 我们常常讲说一个NFT如果是要8 要不要变成蓝手的话 他地板就要上10个e 那我觉得如果有大佬这样子进来的话 应该机会上7 到8到9之间都应该不太难 如果真的有人要来扫 但是如果你到9以上的话 直接就到10 重点是10过不过的了 因为你识看这边光10就有149个list listing 那我们看一下他筹码部分 筹码部分holder还有81% 所以这个是非常高 而且他单一的wallet数 wallet数有百分之 58 59 那一般我们是看超过50% 甚至55其实就OK了 但是我们要求高一点 比如说我要65或是75 你看项目的大小 那有些项目他本身单价比较高的时候 那他unique wallet的数量 应该通常都比较低 因为单价数目高的时候 大部分就会吵架进来吵 吵架进来吵相对 你这unique wallet的数量会比较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多人后子是77个 那再来是66 45 32 那28 25 21 那你看这其实是蛮健康的 你看最高的holder跟第二个holder 跟下面这边其实没有差很远 你看第一第二跟这边 其实这边都只有带前面这家 60%以上嘛 所以他们这些如果他们要出货的话 后面其实都有办法接的 你看他们其实 到这边到这边为止 前十后十个以上的 数量是蛮多的 那我觉得本身也是因为他的单价比较高 他之前在开箱之前 开图之前已经涨到七八个亿 所以你如果买10个 其实80个亿 所以像这样比较高价的 那大家讲说 有机会变成蓝筹项目 那他的这个单价高 所以他后的的 各个的这种 每个wall里面后的比例 相对会比较少 这比较没机会跟大家讲 这边其实如果你在campus里面用你 还有一个叫做trades 你可以来看 蛮有趣 比如说这边点Fert 他就告诉你说 他Fert里面什么样的value 比如说Lavender 这个是紫罗兰的 他这个是有一个 他他现在floor是8.4的 那你可以去看 比如说我看这个头 对不对 你看你喜欢什么样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 如果你要真正detail 你要去做这种篮球detail的分析的时候 大家都是去找希尔 他们就去看trade 你就看每一个特征 他们会特别去研究特征里面说 比如说我要特别穿什么衣服 我头要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里面挑 那当然市面上有很多这种 就是你可以去积极用 积极用这些软体 可以直接用 那我讲的是 如果你真的要深入去了解 他整个后面 他设计 这些特征的时候 一个NFT在设计的时候 他后面特征的分布 以及特征出来价格的这个 显示在价格上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比如说我们刚刚选的一个衣服 对不对 衣服你就看这个 emboardering kimono 那他这些是0.1% 这个价格就是很高 那相对你看这个黑 bright t-shirt 黑色的 西游的t-shirt 黑色就是有7.48 那全部他卖是卖6个 那如果你第一时间 有办法在那边捞到这个 而且捞在底价 那你是不是你就很机会会卖更高 那这个其实跟大家分享说 在做这个捞底的状况之下 你要去flip的时候 当然有两种策略 一个就是你去捞比较稀有 那里面捞便宜的 第二个就是捞地板 但是比较稀有的 但是捞稀有的 比较便宜的其实比较难 因为单价相对高 第二个上的买家 买家也相对少 所以大家如果要捞底的话 其实可以选择 第二个就是你少地板附近 但是比较稀有的 比如说地板是5个eats 那我捞到一个地板 那是比较稀有的 那大家等5个eats 全部都涨到8个eats的时候 你那个稀有的可能可以卖12 你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基本上这期就跟大家讲 这个黑 是怎么样做一个捞底 或者是你要去flip 就在市场上 就是二手市场 你可以买地卖高的一个策略 好不好 那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在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视频有价值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推特 加入discord discord是强运团 然后强运团 又抽到 6倍好不好 666 还有我们的youtube 把那个like 赞按坏 好不好 按爆 按赞 按坏 按爆 按烂 谢谢大家 支持 看到现在 好 smash the light button Cheers 拜拜 Cheers 给我 吃 我 这 我